阿弥陀佛 警方長 今天早上 主要我們在拜 賢火報之語啊 昨天呢 已經有 開示 告訴我們說 這個六道的 因緣火報 因緣是非常的多 所以說今天 繼續來談這個 因緣火報的問題 那因緣火報講完了呢 他特別呢 又加強的談了這個 所謂的地獄道眾生 地獄道眾生 其實良黃寶燦 他可以說 對於地獄道呢 特別的 去說明 也特別加強 為地獄道的眾生來領燦 那我們到後面一點開始 為六道眾生 還是我們的 多生父母師場來領燦 我們就發現到說 他 特別 為了這個地獄道 各式各樣的 地獄道眾生 來分別的領燦 那在六道的這個因緣火報呢 他特別也 加強的說明 地獄道 你看六道啊 那他為什麼不對天道 天道也很多啊 有色界天 有無色界天 也有聚界天啊 這每一天又有好多天 你看他沒有去詳細的去說明這些天 的這些火報 甚至他也沒有去說地獄道 不是 這個畜生道 惡鬼道 人道 他都沒有去詳細 很詳細的去說明 但是他很詳細的去說明了這個 地獄道的眾生 當然我們去思考說為什麼 他特別要去把這個地獄道 說明的這麼詳細呢 那麼 這個是我的體會 就是說他主要是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把這些地獄道 說明的很清楚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對我們產生的一個 警示的作用 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好好的禮佛唱 可能我們過去是 或者是我們這一次呢 造的這些業果 甚至是當來有可能我們會造的這個業果 就難免會墮入這個地獄道 非常非常的苦 所以說他在詳細的說明了這個地獄道的受苦的情形呢 第一個是請的 請的就是說我們警示 千萬不要去造作這樣的一個罪業 我則掉下去了呢 那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第二個呢 他的作用呢就是叫我們要起這個大悲心 所謂的大悲心起 大悲心起 看到這麼苦的眾生 然後如果這些眾生呢 又是我們過去的父母師長 又是我們過去的父母師長 那你情何以堪呢 非常的不忍啊 所以起了一個大悲心 希望我們真的禮燦的功德 可以回向給他們早日禮苦得樂 禮苦得樂 所以這就是說 為什麼在羊毛寶燦呢 這個我們 我也是慢慢拜慢慢拜的 才越來越清楚這個整個燦文 他的一個鋪陳 我相信主師他有這樣的鋪陳呢 一定有他的一個用意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他對地獄道講得比較詳細 也為了地獄道 特別一一的去禮燦 那就是一個他說起了幾次 說我們千萬不要造罪 免得量受 第二個就是要我們起這個大悲心 那我們知道大悲心呢 是菩提心一個很重要的 起菩提心的一個因緣 為什麼 因為大悲心雖然是見到眾生苦 不忍 不忍眾生苦 但是你要救苦的話呢 你要救苦你要有這個能力 那你要什麼能力的話 那麼以佛法來講 就必須要有菩提心 菩提心 它包含了兩個部分 第一個它必須要有空正見 如果沒有空正見 那這個大悲心 它叫做愛見大悲 也就是說 它是基於我跟我所的關係 它沒有辦法成為所謂的同體大悲 也就是說它是有分別有對立的 這種悲心 是悲心但是它不是大悲 它叫做愛見大悲 就是說這樣有愛見 有愛見其實也就有煩惱 有愛見就是有煩惱 所以說如果沒有空性的這個正見的話 你憐憫一切眾生當然也是憐憫 可是呢 這個在楞嚴經裡頭呢 它甚至就是有可能產生所謂的悲魔入心 悲魔入心 那你自己很難過 你自己就很難照顧自己 你要怎麼去照顧這其他的眾生呢 所以說這個 這個悲心呢 必須要有智慧 所以我們佛法想要悲至雙欲 當然反過來 有一些人呢 他比較修學智慧有一些成果 可是他沒有 相對的他沒有悲心 就是說 他沒有辦法去憐憫這一些 在受苦的眾生 他覺得說 我自己解脫 我自己很親近 很快樂 那別人他自己照顧也是活該 那這樣的話呢 他的這個智慧其實也不圓滿 所以呢 在我們學國的路上呢 我們就是要 悲至雙欲 雙欲 所以我們常常說要 以悲導至 以智導悲 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雖然說 常常在修學波羅智慧 修學終關 修學這些空性見 那我們呢 這些世俗地的這些象狀的 不忍眾生苦 這個不能有所偏佩 我們必須要去體會 那反過來我們看到眾生苦呢 那我們要知道他的苦的根源 就是在於 有果實法之然 所以真正要拔起苦的話 還是必須要有 這個空性見 所以 心經講得很好 只有真正照見五運皆空的時候 才能夠度一切苦惡 才能夠度一切苦惡 只有真正照見五運皆空 才能真正地去度一切苦惡 這是我們學國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說 我們呢 在雙方寶燦的禮燦之中呢 對我們的悲心 的培養非常的重要 像我們新善事呢 最近呢 也是 鼠患 鼠患老鼠很多 老鼠很多 鼠患嚴重 但是呢 其實呢 當然我們也會盡量想辦法 但是其實呢 這也是我們 遇到境界 我們要去修官 不是說我們學國學 學這樣 遇到境界的時候 就把國法又丟到一邊了 我們剛才在為地獄到禮燦 那今天我們也是要為這些 畜生到禮燦 其實我們看到老鼠 為什麼不希望我們高興 對不對 像 牠看到妳 牠也不是很高興 對不對 你看我們 我們也希望有一個好的居住環境 有希望說我們可以吃好的 那老鼠 牠也是希望牠有一個居住的好環境 牠也可以吃好的 不是這樣 所以 梁皇寶燦他前面一開始就講 我們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牠只知道自己有生 不知道牠也有生 只是自己想要離苦 不知道別人也想要離苦 我自己想要得到安樂 不是別人也想要得到安樂 所以呢 我們不要一直起的好像一種對立 或者是恐怖的行 你看這個森林的比丘 森林的比丘 他在森林裡頭 或者是說我們不要說什麼 往今老而上 牠不是去避山嗎 對不對 那牠在這裡頭避山 牠怎麼辦 全部都是更可怕 不是老鼠啊 還有蛇 還有老鼠 還有屍屍 那牠怎麼辦 牠怎麼修 牠怎麼修 所以說 這個東西啊 很不可思議 在何把牠叫慈心三昧 慈心三昧 就是說 當你遇到這些眾生的時候 你用慈悲心 你散發出去的慈場 這不可思議啊 這不可思議啊 你看 蛇 蛇也不會去咬牠 就去跟兩相安 牠不會去 使牠恐怖 因為人是這樣 你散發出恐怖的一個心念的時候 害怕的心念的時候 這些畜生 牠也就會跟你散發出什麼 同樣的東西 你看我們昨天在拜 他說為什麼 人家都看到你歡喜 為什麼有的人 人家看到他就歡喜 因為他就起歡喜心去看其他的人 是不是 昨天我們就拜到 有沒有 為什麼人家看到你歡喜 因為你就是用歡喜心去看 所以人家就看到你是歡喜心 是不是 反過來 你是恐怖心在看別人的時候 別人也是什麼 也是恐怖心在看你啊 也是恐怖心在看我 所以說 這個呢可能也是 就是 我菩薩來給我們 來試驗一下我們修行功夫到哪裡 就是說 這個老鼠 那我們試試看 我們不要用討厭的心 我們不要用去害怕的心 我們要用慈悲心 慈悲心 來跟他 他自然感受到 你也不要說 一定要把它滅絕掉 滅絕掉就是殺害 那自然你有一個慈心的時候 他會產生一種和諧的狀態 聽懂這意思嗎 其實跟我們現在病毒也是一樣 你用一個要滅絕他的心 那他也會反撲 所以說 最高的境界就是 與疾病和平共處 與疾病和平共處 就是 你們我們呢 都可以相安 這樣是最和諧最好的境界 你不可能說 全部都消滅掉 今天你消滅了這個病毒 改變新的病毒又產生了 所以說 那當然 在常駐立場 也是說 我們也會去努力說 怎麼樣 其實我是有想說 可能 就是因為我們 很多東西一直都暫時堆到後面 所以說 它就比較有長生的地方 以前沒那麼嚴重啊 因為以前東西沒有堆那麼多 現在所有東西都堆到後面去 所以老鼠到處都是他的鍋 是不是 我們在這根法軍 如果說 前面這邊可以開始辦 我們利用這兩三天 我們的師兄師姐 能夠我們稍微搬一些過來 搬一些過來 他長生地點 就也不會那麼多的話 所以說 因跟圓 因跟圓 圓 就好像說 我們面對病毒呢 不是說我們不戴口罩不洗手 不是這樣 就是說因跟圓 我們都要去雙管旗下去進行 雙管旗下去進行 就是說我們減少這些病毒傳染的途徑 我們減少老鼠來 在這邊安居樂樂的這些條件 這是減少的因緣 但是我們營地的心呢 我們也是 就是說我們要慈悲心 不要看到他你就討厭他 不要看到他你就討厭他 你看到他你就討厭他 或者是害怕他 蟑螂老鼠 蟑螂老鼠 這些 其實 我們 就是說 我們的心 我們要去看說 為什麼我們會害怕 為什麼會討厭 這個其實 是我們要修的地方 這也是我們要修的地方 當然 我們就是功夫還不夠 但是師父就是說 這個世間我們還是要領悟到 畢竟這裡不是疾惡世界 不是諸善善人聚會一處 所以說 那有善言有惡言 但是我們的發心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說 這個我們兩方面同時進行 就是說 我們也不要發了一個恐怖的心 你想啊 人家住山的修行人怎麼辦 旁邊都是蛇啊 都是老鼓啊 他為什麼有辦法在那邊 如如不動的修行 然後相安如是 我們雖然不能跟他們一樣 但是我們是不是也 藉用這個英勇去體會一下 人家的這種修行人的境界 人家可以打到一百分 我們看是不是 起碼不要標說六十分至少要五十分 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借鏡練習的因緣 借鏡練習的因緣 另外一方面 我是想說 這個東西如果可以搬一些過來 也不會影響 然後使照的話 我們稍微搬一些 減少他做窩的一些條件 這個應該也會有一些 所以說 這個俗患啊 福或相依啊 就是說 對新善事來講 這個好像是一個禍患 但是呢 如果我們能夠運用智慧呢 其實我們也在這件事情 說明我們得到很多佛法的一種 體會跟驗證 我們大家的 市中地質跟新善事有緣 這些老鼠他今天有辦法來到新善事呢 他就是一定是跟我們新善事 怎樣 有緣嘛 對不對 不然為什麼他不跑去別的地方 跑來我們這邊 當然就是說 我講的 就是說各個方面呢 我們 佛法的智慧 佛法的慈悲 怎麼去把它運用出來 這個我們一起 來修行一下 來體驗一下 看看佛法 是不是真的可以 在各種境界去把它 用出來 那我們就說 這個慈悲心 念地獄苦 那我們下午還要繼續領燦 那我們就跟大家報告了這個地方 阿彌陀佛 那中自成底線合上 慈悲開示 頂禮相關 阿彌陀余溫訊 我們先去看 我們先去看 我們先去看